原住民族委员会所举办的原住民政策说明会 13号第一场次是来到了秀林乡 由原民会的主委一将巴洛尔 秀林乡的王玫瑰还有立委孔文吉等人 和族人一起来讨论原住民的事物 而族人们也针对了土地权益 文件站 安心住宅 还有猎人协会权益等问题提出了看法 原民会成立即将满了第25年了 为了做好政策的调整 原住民政策说明会13号第一场次 则是来到秀林乡 由原民会主委一将巴洛尔 秀林乡的王玫瑰 立委孔文吉共同组织 一个下午的会议 主委们则是针对原住民土地的权益 文化健康站和列人协会执行上的业务丹建言 这些建言来自我们各界各基层 都是我们秀林乡的精英分子 他们主要的问题都集中在土地权益方面 特别是在国家公园的土地 还有雅尼的矿场开发 还有这个土地真话边的简便的程序 这个等等 还有一些是提到了年轻人的安心住宅 以及我们列人协会的这样的一个权益 也提到了文建站等等 所以昨天主委也有当场答复 那文吉呢也在场呢 也说明了一些土地的权益的问题 包括像土海法啦 自治法啦等等 这个都是我们立法院 未来在要怎么样去争取的一个方向 是这样子 那所以那个特别也提到了陶不阁 那块土地被外村人这个登记啊 那这个事情也有提出来了 因为我自己来到秀林乡 几乎是每个月来一次 都是来处理一些国家公园土地 这样这样方面的问题 我也当场说明跟答复这样 所以可以说会议呢非常的严满 而且这个也达成了很多的共识 那昨天是以降主委他亲自主持 所以这个这样的一个座谈会呢 是我第一次呢看到 准备的非常细心周到 而且邀请的这些都是我们秀林乡的精英 来自社会各阶层 所以这个文吉也是受益良多啦 那这个因为听起了建言 未来我们要在立法院 要努力的方面 我想主要是一个土地的权益的 简便的程序 还有年轻人的安心的 这个房子的住宅 这个呢 这个都是我未来 这个要必须在立法院呢 积极争取的 一位龚杰表示 针对塔鲁格国家公园 长期针对西文湘 冲突的议题可以说是争论不断 他也会在立法院继续为相亲发声 中中部的意见 已达到共存共融的好伙伴的关系 记得久了 这里是一位 先看看 第二个